今日俄罗斯网站5月11日文章原题 谁是加拿大国家层面反华的幕后推手 中国和加拿大进行了一场 针锋相对的驱逐外交官的行动 争执的起因是家方称 中国外交官干涉加拿大政治 这并不是破坏中加关系的第一起事件 类似的事件有不少 包括沃泰华2018年决定去押华为高管孟晚舟 沃泰华时不时指责中国进行干涉 可以说两国关系正处于自由落体状态 人们可能会问 谁是使两国关系变坏的真正罪魁祸首 或者更重要的是谁在管理加拿大 所谓外国干涉的指控是一种有意思的东西 因为他们往往只被用来对付那些 代表意识形态或文化另类的国家 从不关注某些盟国 而这些国家实际上确实在干涉加拿大的政治 控制媒体和政治讨论 同时利用通常由军方和政府机构赞助的智库 故意在家制造争议 以便将这个国家引向某个方向 例如在上述整个事件中 美国赞助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文 鼓吹让加拿大加入澳英美组成的太平洋军事联盟 这就显得非常可疑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 比美国对加拿大的政治干涉更多了 现实是沃泰华是华盛顿的忠实和义务追随者 并坚定奉行英语国家例外主义 尽管加拿大国土面积比美国大 但人口愈为美国的10% 因此在战略经济文化和地理上 都受到华盛顿支配 对外交政策方向的掌控很弱 可以说在所有五眼国家中 这些现实意味着 加拿大最没有政治自主和空间 来追求自己的外交政策道路 虽然在特鲁多领导下 加拿大并不像以前的政府那样咄咄逼人 但美国一直在巧妙地操纵加拿大政治 通过诸如拘押孟晚舟之类的事 挑拨家中关系 或利用经济手段 胁迫加拿大做出反华承诺 美墨加协定及其读完条款 就是一个绝佳例子 同样通过五眼联盟机制 美国对加情报机构施加直接影响 后者则通过环球邮报之类报纸 与主流媒体合作并加以操纵 调查网站加拿大档案详细披露了这点 由于加拿大的华裔居民比例 高于任何其他英语圈国家 这点已被武器化成一套黄霍论 尽管有种族灭绝原住民这样的黑暗历史 加拿大政治人物仍常对中国指手画脚 这暴露出加拿大面临的问题 谁在真正管理加拿大 哪个国家在真正干涉该国政治 沃泰华一再被说服 支持华盛顿的偏好政策和世界观 这与其说是一个由共同价值观约束的联盟 不如说是美国对加拿大政治的全面操纵 美国又使加拿大做出挑衅中国的种种粗暴和轻率举动 迫使北京回应 然后让沃泰华把自己视为受害者 加拿大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下 谁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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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